刚刚也登上了杂志 但不是杨丽说的那种时尚杂志 他刚刚登上了中国工人杂志 让我们欢迎赵小慧 看赵小慧决定旁博的命运 一听就能听出来了 小慧我估计可能拿到三个灯吧 大家好 我是赵慧 都知道我未婚了吧 那我就讲讲你们丈母娘 都有机会啊 就我妈她前段时间生病了 就阑尾这做了一个手术 就这俩小姑娘咋这么紧张呢 那阑尾炎不传染啊 放轻松一点 就其实就是个小手术 但她还是就是觉得花钱 天天跟我念叨 哎呀 咋办呀 给你的嫁妆都花光了 我说不至于吧 妈 我快三十了 咱家就攒了一万块钱呀 那医保还听你出六千呢 而且父母还有一个误区 就是他们觉得手术前 一定要给医生送红包 但是我爸不愿意去送 因为他快退休了 不想在这个时候让人生有污点 所以他们就劝我去送 就为了给我做心理建设 会给我发那种文章 马云说27岁的你不必害怕犯错 我倒不是怕犯错 我主要怕犯法呀 马云话也太多了 就天天就劝年轻人 你也劝劝我爸爸 你就跟他说55岁的你 不用害怕重新开始 小慧的现场真好了 真好 真的我那天都紧张得睡不着觉 我就一直在用手机搜 行贿罪的减刑标准 我想把我后路想好呀 第二天我就学那个电视里面 就是把红包夹在一本书里 拿给医生 我去医生办公室 我说医生啊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挺好的 想跟你分享一下 医生看了一眼说 你想手把手脚 我说脱口秀 你一脸不 啥意思 这是我的书 送给李老师一本 这也没有那么好笑吧 其实那医生一眼就知道 咋回事了 当时就拒绝我了 你们都不知道我有多轻松 但是我妈就不相信 她说 你肯定是不够真诚 你得劝劝医生呀 我知道有规定 但马云不说了吗 年轻人不用害怕犯错 真的我想 我还是劝劝我妈吧 我说你别老想生病的事 我妈说你少扯淡了 我就穿着病号服 在这书艳的 我不想生病的事 我想啥呀 我说也不难吧 那我穿着校服 上课的时候 想的也不是学习呀 挺好的 哇 观众很接 对 她转型成功了感觉 对呀 转型成功了 不讲那个特技 特技不讲工厂 而且我妈吧 她就想不通 自己为啥生病 她以前一直都健身 她觉得应该挺健康的 我帮她回忆了一下 她当初办健身卡 是因为我们家那儿 洗浴中心一次二十 健身房一年才一千 我每天听她夸健身房 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人健身房那个喷头水真大 她有段时间去学游泳 我都觉得就是为了泡澡 因为她自学了三个月 不知道喝了多少水 就没有学会 我说你找个教练吧 她说不用花那个冤枉钱 我说不冤枉 咱也交点水费吧 她来广州找我 也办了一张健身卡 还让我办 我刚开始还以为 就是教练给她回扣 我后来想通了 她是缺个搓澡的 我去过一次 我给她搓完澡以后 就后面十几个人在那儿看着 就广州人可能没有见过 北方这种神圣的仪式 我妈一点都不害羞 还特别自豪 因为我小的时候 家里来客人 我是没有什么 拿得出手的才艺 那天呀 我妈才发现 我身上的闪光点 手劲大 我真的很怕 我妈跟她们说 哎呀 初来乍到广州 没带什么特产 让我闺女 给你们搓个澡吧 人生过病以后 就开始养生了 我妈就是 她现在要求我们全家 每天早晚喝一杯 蓝河绵羊奶 因为蓝河绵羊奶 新推出的成人奶粉 男女老少都能喝 能满足我们全家的 营养需求 真的很养生 因为我妈现在做饭 口味特别清淡 我也不敢交外卖 因为怕我妈生气 她总觉得 就是家里有饭了 你就不能吃 外面那些野饭了 所以我每天一回家 就跟去迪士尼似的 第一件事就是翻包 就怕我外带食物 我都没有想到 我快三十了 每天回家前 只能在楼下偷偷吃一包辣条 就每天跟我一起偷吃零食 都是一群小学生 就终于有一天 有个小孩问我 阿姨 你这个是不是就 越长大越孤单呀 哇 可以 我们有点危险 是啊 她挺好的 后来就想带她出去散散心 我就想开车带她出门 没想到我妈一上车 就变成怒怒了 真的 摇下车窗骂别人 你们会不会开车呀 摇上车窗骂我 你会不会开车 我不是不会开车 我就是开得比较慢 因为驾校我最快就开到四十 所以就是一上四十 我不是觉得超速了 我主要觉得超纲了 就没学过 刚开始的时候 我妈特别着急 一直在旁边催我 你踩油门呀 你抄她呀 你那是假只吗 后来我妈放弃了 开始思考人生了 不怪你开得慢 可能是这个世界 太快了 后来我就找我朋友开车 我觉得她没出过什么事故 应该技术不错 但是上了她的车 我才发现 有些人啊 没出过事故 不是因为技术不错 就是因为她命大 跟记者安全带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这车开到一半 我妈都有点恍惚了 她问我 你跟妈说实话 我这个病 是不是恶化了 就我妈生病的时候 我最烦别人问我的 一个问题就是 阿姨没事吧 他们只想听到 没事这一个回答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满足他们那种 既表面关心了你 实际上又没有替你 分担任何一点 焦虑的心理 所以每次别人问我 阿姨没事吧 我都会说 啊那个 怎么说呢 我就是要让她紧张一下 但我没想到这种问题 还有第二种回答 他们都跟我说 啊这样啊 那 没事没事 会没事的 谢谢蓝老师 小慧 还挺好的 一个灯 两个灯 一个灯 唐博安全了 唐博应该好 对啊 谢谢 小慧 喜欢小慧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她投票 投票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 锁票 哎 改了改了改了 哎 谁给了个灯 给了个灯 杨天真 那增加了一点悬念 哦 那这个最后 刚才一直没给啊 对吧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我确实是想给的 但我想听完她整个表演 我觉得今天很多 初秀演员都讲 自己的亲身经历嘛 然后就我觉得 母女之间的故事 其实是 因为她刚讲 是我蛮沉浸的 因为我想到 我跟我妈的一些关系 什么的 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 都听完了 这阿姨是真的没事啊 啊 没事没事 没事啊 那这位伯母 怎么想起来 因为我妈前阵 刚查出 那个腰间盘突出 然后医生让她做手术 但是她去那个 云南自驾游了 啊 我妈这这种风格 她说她对好的旅游计划 不能改 她其实就是不想 就觉得这酒店都交了 就不想省那一钱 哦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对 我就跟我妈说 我不管你出去玩的事 但是我觉得我的个性 可能就继承了你 你也不要老叫我 就是好好 就养生 别工作之类的 就 你不是也这样吗 其实就是这叶子 因为就是那种 有其父 比有妻子 这种感觉 因为我爸也这么贫 然后瞎长什么样 感受到了 对 感受到了 他就是家里 他就这么聊天 你也会这么说话 知道你身上的邪气 是哪个 家族供应 一脉相承 谢谢 我们慢慢正常的 神童 觉得蛮 蛮纯净的感觉 纯净 就比较像那个 莫达特那种感觉 莫达特 这么高的评价 是那种 那种状态 很纯净 那纯净的小慧 是怎么想的 敢选磅礴呢 绝能赢 不是 当时是这样 我是最后一个选的 就剩他了 那结果 现在是 磅礴rock 一肩挑 还行吧 这就是真的 至少输 也输得体面 别说这种丧气话 还不一定的 让我们有请小慧 先二楼稍事休息 小慧 就是在舞台上的那种 自然感 亲切感 就非常难得 他就很 很舒服 觉得哇 好像很有机会 好像感觉要 要比磅礴票高 什么的 凶 凶